Hello 大家好 我是河马富美 马亭 这周都会比较忙 周末会有一个open house 周末这个open house 现在的租客 因为航班的问题回不去 所以还要延长 那我们给现在租客找到一套同品质的 也是四房以上的房源 安排他搬家 那这套房子正好年租客户刚退出 我们决定就是宽带 就是体验一下Google Fiber 就是我身后 我现在是在Aranquam的village这个社区 Google在这边有一个门店 我要在里面领一个盒子 今天会尝试一下在新的一套房子里面装好Google的宽带 安排这个周末要上市的房子的租客搬过去 这周会有很多事情 在Google的Fiber Google宽带的那个店里坐里面 给了一个封面书 然后我又给了一个就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安装 看上去挺简单的 但我不知道一会实际操作的时候会不会这么容易 Google的WiFi盒子拿回家之后插上网线连上电源 再下载一个Google Home的APP 很快就连上网了 真的是很方便 那这个过程我没办法拍视频 完成之后我又到Target来给周末OpenHouse的一个房子 来买一些卵装 正好看到这边有卖Google的这个搬带设备 一个99 两个是199 其实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他看到了另外一个Google搜购的这家叫NAS公司的WiFi 那他上面写了NAS公司的这个WiFi设备是 有AC2200 Google是AC1200 这个相当于一个覆盖率 相当于功率 就是因为美国的别墅都很大嘛 就是经常出现说一个WiFi的设备不够 楼上远一点地方就没有信号 所以现在新的这种Google和NASWiFi的话 都提供两个到三个设备 像NAS这个就更好 它是它的功率更大 2200 Google才1200 那同样的面积的房子可能Google需要三个点 NAS就需要两个点就可以了 那每次每次做这样一些房屋管理的时候 都能学到不少新的一些知识 那这些以后的话 有其他客户 其他房子需要安装Google宽带 也会轻松很多 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